山林里,自从它出生以来就没出过山林,妈妈总是把它带在身边。 这几天,小老虎听说城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,它想进城去看看。 妈妈,我想进城可以吗? 进城?进城干嘛? 我听说城里有好多好玩的地方,咱们这山林太单调了。 这可不行,城里有动物园,专门把咱们动物关进笼子里去展览。 你一去,准得被人抓进去。 你忘记妈妈告诉过你,你的姨妈就是被关进了动物园吗? 可我是小老虎哦。 妈妈告诉你,那些人可坏了,他们才不管你是大老虎还是小老虎呢。 你姨妈那时候就是贪玩,想去城里玩,最后就被那些坏人关进了动物园。 孩子呀,你可千万不要去,知道吗? 哦,知道了。 虽然虎妈妈一直劝儿子不要去城里,可是城里那些好玩的东西,对小老虎吸引力太大了。 她下定决心,一定要偷偷进城,去看一看。 小老虎越来越想去城里看看了。 这天下午,趁妈妈出去找食物的机会,小老虎便悄悄离开了家,顺着大道朝城市跑去。 跑啊,跑啊,在一棵大树旁,小老虎碰见一只迎面走来的小猫。 哎,小老虎,你不乖乖的在家,这满头大汗的准备去哪儿啊? 啊,啊,我,我要进城去。 什么?我没听错吧?你要进城?你进城做什么?你怕被关进动物园吗? 是啊,我是要进城,我想去玩玩。 对了,小猫,城里好玩吗? 好玩的地方不少,比如说,幼儿园里吧,有转椅,有滑梯,还有鞦韆。 啊,什么是幼儿园啊? 幼儿园就是孩子们的乐园,里面有好多好多孩子。 小老虎经常听妈妈管它叫孩子。 啊,那,那我能进幼儿园吗? 听了小老虎的话,小猫差点把眼泪笑出来。 哈哈哈哈哈哈,你可真懂,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老虎进幼儿园呢,你还不把孩子们吓哭呀? 我不会吓哭他们的,我们不都是孩子吗? 我劝你还是回家吧,进城会被人抓住的,你想想,街上出现一只老虎,不抓你才怪呢。 谢谢你,不过我还是想进城去看看,我先走了,再见。 他有一股酱劲儿,想干什么就非干城不可。 小老虎走了几步,站住了,他仔细想想。 既然妈妈和猫都说城里危险,那准有危险。 干脆等到天黑了,再进城,安全些。 小老虎钻进路旁的草丛,眉眉地睡了一觉。 天黑了,小老虎借着夜色悄悄地进城了,没人发现它。 哦,城里可真漂亮,宽敞的水泥马路,高耸入云的大厦,专缩不息的汽车,不光石色的商店。 我们森林里就没有这些东西,城里果然不一样。 小老虎走啊走啊,他看见一座大门里面有很多玩具。 他想这里一定是幼儿园,于是他轻轻地走了进去。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,阿姨关了灯,可小朋友们都还没睡着。 小老虎钻进屋里,他看见这么多小床,一张挨一张,觉得特别好玩。 他来到一张小床旁边,偷偷看着躺在床上的一个男孩子。 这个男孩子叫亚琪,胆子特别大,在班里是大王。 亚琪正睡不着觉,正在这时,他看见一个黑影子蹲在他的床前。 亚琪最喜欢老虎,从小爸爸就带他到动物园去玩。 说来也怪,动物园里的那么多动物,亚琪就喜欢老虎。 不过,亚琪挺可怜那些老虎,被关在笼子里,多闷的晃呀。 嗨,你好啊,小老虎,你从哪里来?你怎么会在这里呢? 你,你好,我从城外山林里来。 哇哦,真棒,就你自己吗?我还以为你是从动物园或者马戏团跑出来的呢? 前天电视上还演了英国一家马戏团,跑了两只老虎,把街上的人都吓跑了,真逗。 可是,你不在山林里待着,进城干什么? 我听说城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,想来见识见识,可是妈妈不让我来, 她说城里人不好,会把我关进笼子,或弄到马戏团去。 亚琪心想,就是,人家小老虎大老远从山林里进城,要是把她关进笼子,那可太不够意思了。 你放心,有我保护你,你就尽情地在城里玩,等玩够了,带我们去山林见识见识。 小老虎和小朋友们交了朋友,他们纷纷保证要让小老虎在城里玩个痛快。 有几个胆小的小朋友开始有点怕小老虎。 可后来,一看小老虎那么可爱,虎头虎脑的,就不怕了。 阿姨听见宿舍里乱成一片,走进屋打开灯,她差点吓昏过去。 七八个男孩正围着一只老虎说话。 不,不,不好了,还来人呢。 幼儿园园长和许多老师阿姨闻声赶来,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 她看见孩子的宿舍里出现一只老虎,尽管不大,可毕竟是老虎呀。 她吓坏了,要是咬伤一个孩子,她可负不了这个责任。 雅琪,哪儿来的老虎? 从山林里来的。 山林里来的? 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? 快给动物园打电话。 绝对不能给动物园打电话。 为什么? 小老虎是到城里来玩的,她听说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,我们应该给她当向导,带她去玩才对。 干嘛把人家送进动物园的笼子里呀? 要是把小老虎关进笼子,她就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。 老师,您不是经常告诉我们要帮助和爱护小动物吗? 园长没话说了,对呀,老师不是天天教育小朋友们要互相帮助吗? 可,可这是一只老虎呀,园长为难了,他必须对孩子们的安全负责,可他又不愿在孩子们的心灵上投下阴影。 是啊,如果他通知动物园来抓走小老虎,孩子们会怎么想呢?这不是教他们学坏吗? 他,他不咬人吗? 我干嘛要咬人呢?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 求求你了,老师。 三小老虎留下来吧。 你要把人送到动物园,也会可以大家送到动物园的笼子里。 亚琪和全班小朋友都请求园长和老师不要给动物园打电话。 园长被孩子们那颗善良的心打动了,他答应了小朋友们的要求。 这太危险了吧。 没有关系,我跟小老虎谈谈。 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?你可不能咬小朋友,知道吗? 小老虎觉得奇怪,我干嘛要有小朋友呢? 他们对我这么好,不过他没说出口,点了点头。 园长相信小老虎了,他看见了从小老虎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。 那目光是真挚的,友善的。 在这个世界上,大家应该互相信任,人和动物也应该互相信任。 你就睡这张床吧,从现在起,你就是我们幼儿园的一名小朋友了。 小老虎心里热乎乎的,看来妈妈的话也不一定全对。 他说城里人不好,可小老虎碰到的这些人多好呀。 这一夜,小老虎躺在柔软的小床上,睡得真甜。 他梦见自己和小朋友们一起玩,梦见自己和小朋友们一起玩。